大家好,这也是游戏废人 有观众问到浩元的传说守护灵该怎么选择 目前传说守护灵总共有10种 5种对应5个属性 剩下5个是通用宠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传说守护灵该怎么样挑选 一般最简单的挑法 理论上来说 就是你什么属性队伍就挑哪一个属性 这样子是最不会出错的 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能力 传说守护灵有分成触发能力 以及被动能力 被动能力基本都是生命值 但是第二条以及第三条会有分成 受到的武功威力减少 以及格挡率这一种防御性的 或者是攻击型的暴击率 那暴击率搭配的有武功威力增加 还有元素效果集中率增加这两种 但元素效果集中率增加 我个人比较不推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角色装备可以用共享的方式 而其中在36级的武器里面 斧头他拥有元素效果集中率 所以你可以特别洗一把 专门提高集中率的 那你用来打状态辅助角色吃这个效果 而我们可以看到洗出来的能力 如果元素效果集中率SS是14.4% 再加上这些打元素的角色 星座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个增加集中率 这里又有9% 加起来就已经超过23%了 而一般角色武功命中率 最高的当然是100% 但大部分是落在80-85% 也就是你根本不需要那9%的集中率 就可以达到100% 即便真的比较低 但像苏联花这种在50%以下的 大部分是在持续时间内 每秒会有几率触发 而雷兵火的触发能力 都是暴击时有几率发动 有几率在敌方身上叠元素状态 同时可以使敌人受到的属性伤害增加 以及防御率减少 提升幅度算很大 而且因为是打在敌人身上 所以在团队中其实是有帮助的 但毕竟这个效果50秒才能触发一次 所以相比之下增加武功伤害 对你的整体输出还是比较有帮助 讲完雷兵火 再来我们看毒跟暗 我们先看暗 因为暗跟雷兵火一样 是灼气集中率 但它的效果就是全盾 提升攻击速度 增加造成所有属性额外伤害 并且增加暗属性的额外伤害 也因此相比雷兵火 暗虫的钻金又更高了 但是我会把暗虫特别拉出来讲 就是因为它的价值跟雷兵火不太一样 雷兵火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它是在敌人身上上状态 而它的武功能力也是在敌人身上上状态 基本上在回合制以及MMO 两个是差不多的 可是暗虫就不一样了 暗虫在MMO是对我方全体加成 但在回合制里面 是有机率让我方单体行动提前 并且全部伤害增加 行动提前在回合制里面 算是一个蛮重要的能力 因此在MMO模式 暗虫跟雷兵火三属算是差不多 但在战术模式 它的价值其实比雷兵火还要来的大 不过这时候我们再来看到 另外一个毒宠 毒宠相比另外四属就比较吃香 因为它直接提供了武功威力增加 同时在MMO模式 触发的效果 还是全队的奥义冷却时间减少 因此目前五种属性扣除掉五属性 主要都是打辅助之外 主要的输出角 只有毒属性 我会推荐你带对应属性的守护灵 毒属性带亚龙是真的强 但其他的属性带他的专属宠物 未必会比较强 那么其他属性不带他专属宠物 要带什么宠物呢 这里我们要分成防御面 以及攻击面来看 当然并不是说毒属性 就一定只带亚龙好 毒属性也能考虑带这些宠物 第一个就是保命能力最强的桃花狐 桃花狐的能力添防御 所以它会让你受到的伤害减少 还增加格挡率 但它真正强大是死掉自动复活效果 受到致命伤害时会回复10%生命 同时在5秒期间内 有两次的攻击次数防护罩 攻击次数防护罩 就是不管多高的伤害都可以挡下来 但最多就是挡两次 而且不只MMO模式 连回合制 它也是死掉以后自动复活 不过因为在回合制 它的复活并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并不会特别推荐大家 回合制要带桃花狐 因为有其他我觉得更好用的角色 而其他更好用的角色 就是这一只熔熔 熔熔可以说是目前游戏里面 最泛用的守护灵 任何属性 任何队伍带都绝对不会出问题 熔熔能力就跟亚龙一样 是增加武功威力以及暴击率 而它附加能力 就是减少奥义冷却时间 虽然不像亚龙有属性增伤 但它减少的时间更多 对任何队伍都非常有用 尤其是它的战术武功 也是我特别推荐它的原因 只要队员使用武功 有10%的几率可以发动 多出额外回合 而且所有武功冷却时间减少一回合 虽然只有10%机率发动 但发动的对战局影响非常大 所以不管是MMO还是回合制 如果你不知道要选什么角色 选熔熔可以说是目前绝对没有问题 除熔熔以外 还有一只角色 在MMO也就是区域武功 我觉得没有太大用途 但在战术武功回合制 却会很强的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尾狐 尾狐的能力 同样是增加武功威力以及暴击率 它的区域武功能力是迷惑 也就是可以让敌人在5秒钟时间内 无法对你造成伤害 但这个效果比较偏PVP 因此在一般的MMO情况 我们并不会用到 所以我们去排及时竞技场 那么专门在PVP的战术武功是如何呢 同样也是迷惑 但因为这就是PVP场合 影响就非常大 可以有机率让敌方单体 最高攻击力的角色 一回合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而且在两回合内 它的恢复量还减少20% 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 会比刚刚的熔熔 额外行动影响还要get更大 也因此在综合情况下 我个人还是会比较推荐熔熔 但如果是专门打战术回合制的玩家 那么我觉得伟狐会比熔熔 还要来得有优势一点 当然这还是要看情况 因为毕竟这些效果都是几率触发的 你也没办法保证 在想要的时候就必定能够发动 只是相比之下 熔熔是让目前行动 最后一位的角色提前行动 我们没办法确保是 让我方输出最高的角色动 但是伟狐封锁的是 敌方攻击力最高的角色 一定可以对我方造成有效的减伤 是我认为大家 如果不知道要挑什么守护灵 可以考虑的通用角 那当然如果优先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荣熔 剩下两只分别是极乐额以及魔鹰 极乐额就是真的完全存防御 不只被动能力是减伤加格挡率 就连发动能力也是解除异常状态 但因为发动条件是放防务罩 你目前辅助角像扶灵 其实他放防务罩的时候 就可以解除异常状态了 所以除非对手是一次给你叠了 四五成以上的异常状态 要不然极乐额的效果 其实并没有特别大 再来魔鹰是我个人最不推荐的宠物 同样被动能力也是防御型 防御效果是我方恢复生命时 会再额外回血以及增加闪避率 游戏里面的捕师目前都很够力 所以不太会发生放了补血补不满的问题 顶多只是闪避效果可以赌一下 但补血量真的就是可有可无 总结来说如果你是玩独队 我会推荐你带亚龙 但如果不是独队的玩家 那么我会比较推荐你选龙龙 至少之后你想要再玩其他属性队伍 龙龙都可以一路同游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